约伯记第一章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罪恶 他生了七男三女 他的家产有七千只羊 三千匹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头母驴 并且有许多仆比 这人在全东方的人中置为尊贵 他的儿子素长轮流各按自己的日子 在家摆设筵席 并且邀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吃喝 轮流设宴的日子一过 约伯就差人去叫他们自洁 他清早起来 按他们的树木献上反计 因为他心里想 说不定孩子犯了罪 心中亵渎了神 约伯经常这样做 有一天 神的众子都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 耶和华问撒旦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我在地上徘徊走来走去 耶和华问撒旦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 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罪恶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你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 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 以及他手所做的 你都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添 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 他一定当面亵渎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好吧 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 于是 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的时候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在耕田 母驴在附近吃草的时候 四八人忽然来侵袭 把牛驴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的货从天上降下来 把群羊和仆人都烧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成三对突袭骆驼 把他们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的时候 没想到有一阵狂风 从旷野那边刮来 垂袭坊屋的四角 坊屋倒塌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于是约伯起来 撕裂外袍 剔了头 俯伏在地上敬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去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回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并没有犯罪 也没有归咎于神 约伯记第二章 又有一天 神的众子都来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问撒旦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在地上徘徊 走来走去 耶和华问撒旦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仆人约伯 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 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罪恶 虽然 你挑拨我与他作对 无缘无故 使他请家荡产 他还是坚守 自己的存权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换皮 宁可付出他 所有的一切去保命 只要你伸手 伤害他的骨和肉 他一定当面亵渎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好吧 他在你手中 不过要留存他的命 于是 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 都生了毒疮 约伯坐在灰溅中 拿瓦片刮自己 他妻子对他说 难道你还要坚守 自己的存权吗 你不如放弃神 死掉算了 可是约伯对他说 你说话 像个愚妄的女人 难道我们从神得福 也不应当受祸吗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并没有用口犯罪 约伯的三个朋友 提曼人 以利法 舒亚人 比勒达 拿马人 索法 听到这一切 降在他身上的灾祸 就各从自己的地方出发 相约而来 对他表同情 安慰他 他们从远处 举目观望 竟认不出他来 就放声大哭 各自撕裂外袍 向天扬起尘土 落在自己头上 他们就七天七夜 与他一起坐在地上 没有人向他说一句话 因为他们看出他 极其痛苦 约伯记第三章 后来 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约伯说 愿我生的那日泯灭 人说怀难胎的那夜灭没 愿那日变成黑暗 愿神不从上面眷顾 愿光明不照耀在其上 愿黑暗与死印所讨那日 愿命云停留在上面 愿白天的昏黑惊吓他 愿那夜被幽暗夺去 不让他连在平日之中 列入月数之内 愿那夜没有声誉 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那些咒诅日子 善于惹动海怪的 愿他们咒诅那夜 愿那夜黎明的星星变成黑暗 愿那夜等候发光却不亮 见不到清晨的曙光 因为那夜没有把我母胎的门关闭 也没有把苦难隐藏 使我看不见 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去 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腹就断气 为什么有膝承接我 为什么有辱补养我 不然 我早已躺下安息 与世上那些为自己建造陵墓的君王和谋士同睡 或与那些 拥有黄金房屋装满银子的王侯同眠 我为什么不像暗中流产的胎 未见天日的婴孩 归于无有呢 在那里 恶人窒息搅扰 筋疲力尽地得安息 被求得同享安宁 听不见都公的声音 老少尊卑都在那里 奴仆脱离主人的挟制 为什么有光明赐给劳碌的人 有生命赐给苦命的人呢 他们想死却死不了 找死剩余找宝藏 他们找到坟墓就高兴 非常欢喜快乐 为什么有生命赐给前途茫茫 又被神四面围困的人呢 我以叹息代替食物 我哀哼的声音如水涌出 我所惧怕地临到我 我所惊恐地向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 不得安静 也不得安息 却又搅扰来到 约伯纪第四章 提曼仁以立法回答说 人若对你说一句话 你就厌烦吗 但谁又忍得住不说话呢 你曾经叫过许多人 又兼顾了无力的手 你的话浮起了半岛的人 你是弯曲乏力的西奸挺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 你就灰心 灾祸遇上你 你就惊慌沮丧 你所自视的 不是敬问神吗 你所盼望的 不是行为完全吗 请想一想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 据我所见 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 种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 他们因神的气息而灭亡 因他的怒气而消灭 狮子的咆哮 猛尸的吼声 尽都止息 撞尸的牙齿也都断掉 公尸因缺乏猎物而死亡 母尸之子也被分散 有话偷偷传给我 我的耳朵听到细语 在夜间因异象而烦扰的心思中 世上都在沉睡的时候 恐惧站立临到我 以致我全身发抖 有灵扶过我面前 使我毛骨悚然 那灵站住 我变不出它的形状 只见有一形象在我眼前 然后我听见低微的声音说 人能在神面前算为公义吗 人能在他的创造主面前 算为捷径吗 他的仆役 他还不信任 他的天使 他也指责过错 何况那些住在土屋里 根基在尘土中 比肚虫还容易被压碎的人呢 在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永归沉沦 无人怀念 他们帐篷的绳索 不是从他们中间抽出来吗 他们死去 不是无智慧而死吗 约伯纪第五章 你只管呼吁吧 有谁回答你 在众圣者之中 你转向哪一位 烦恼杀死愚昧人 激情害死愚蒙人 我看见愚昧人扎下了根 但咒诅忽然临到他的居所 他的儿女远离安稳之处 在城门口被欺压 却没有人援救 饥饿的人吃尽他的庄稼 连在荆棘里的也抢去 渴求的人吞尽他的财富 患难不从土中生出来 劳碌不由地里长出来 原来人为劳碌而生 如同火花向上飞扬 至于我 我必寻求神 向他沉明我的案件 他所做的大事无法测舵 所行的骑士不可生数 降雨在地上 潜水到田里 把低微的安置在高位 把哀痛的高举于安稳之处 又挫败狡猾人的计谋 使他们的手所做的无法成全 他是有智慧的人 中了自己的诡计 使奸诈人的谋算快快失败 他们白天遇见黑暗 中午摸索如在夜间 他拯救穷乏人 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剑 脱离强暴人的手 这样贫穷人有指望 不义的人却闭口无言 神所责备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要轻看 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伤又缠过 他急伤又亲手医治 你六次遭遇患难 他都救拔你 就算第七次 灾祸也伤不了你 在饥荒中 他必救你脱离死亡 在战争中 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势 你必不受人口舌之害 灾阳临到也不害怕 对灾阳和激进 一笑置之 地上的野兽 你也不害怕 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 田间的野兽 必与你和平相处 你必晓得你的帐篷平安无事 你查看装设也亦无缺失 你必晓得你的后裔众多 子孙像地上的青草那样茂盛 你必全寿才归到坟墓去 如同何捆到时就收起来 这道我们已经查明 实在是这样 你当聆听 也当明白 约伯记第六章 于是约伯回答说 但愿乘乘我的烦恼 把我的灾害一起放在天平上 现在这些都比海沙更重 所以我冒失发言 因为全能者的剑射中我 我的灵喝尽了剑的毒液 神的惊吓排阵攻击我 野驴有草料还会哀鸣吗 牛有饲料还会穷叫吗 但而无盐的食物有什么好吃呢 蛋白有什么味道呢 这些使我恶心的食物 我必不肯尝 但愿我得着我所祈求的 愿神赐我所盼望的 愿祂乐意把我压碎 愿祂放手把我剪除 这样我们得安慰 在痛苦之中 我还可以欢悦 因为我没有否认那圣者的言语 我有什么力量 使我能等候呢 我的结局是什么好叫我忍耐呢 我的气力是石头一样吗 我的肉身是铜的吗 我里面不是无能自住吗 见识不是离我而去吗 朋友应该怜悯灰心的人 因为他舍弃了对全能者的敬畏 我的兄弟诡诈像干涸的溪流 又像流干的溪水 水流因冰块融化而混浊 有血隐藏在其中 天气一暖 溪水就消失 气候一热就干涸 商队顺息而行 结果偏离原道 走到荒野之地而死亡 提马的商队沾望溪水 事发的克吕等候水流 他们失望 因为所盼望地落了空 他们到达那里就灰心 现在 你们就是这样 看见我的灾难就害怕 难道我说过 请攻击我 或说 取你们的财物 馈赠我吗 或我说过 救我脱离敌人的手 或说 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 请指教 我就默不作声 请指示 我有什么过错 政治的言语 多么有力 但你们的责备 究竟责备什么呢 绝望人的话 不过是疯 你们还想批判吗 你们竟抽签得孤儿 拿朋友当货物 现在 请你们看看我 我绝不当你们的面撒谎 请转意 不要不公道 请再转意 我还有道理在 我的舌上有不义吗 我的口 不能辨别灾害吗 约伯记第七章 人在世上 怎能没有劳逸呢 你的日子 不像故宫的日子吗 正如仆人 窃目目影 又像故宫 盼望公家 照样 我有空虚的岁月 也有劳苦的黑夜 为我派定 我躺下的时候就说 我什么时候起来 然而 长夜漫漫 我辗转反侧 直到黎明 我的肉体 以虫子和土块为衣裳 我的皮肤裂开又流浓 我过的日子 比缩还要快 在毫无盼望之中而结束 求你纪念我的性命 不过是一口气 我的眼 必不再看见福乐 看我的 他的眼 再也看不到我 你的眼要看我 我已经不在了 云彩怎样消散逝去 照样 人下阴间 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乡再也不认识他 因此 我不再剑直我的口 我要说出灵力的忧愁 倾诉心中的痛苦 我岂是洋海或是海怪 你竟然射手为防备我 我若说 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踏必减轻我的苦情 你就用梦惊扰我 又用异象惊吓我 以致我宁可窒息而死 也不肯保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我厌恶自己 不愿永远活下去 任凭我吧 因为我的日子都是空虚的 人算什么 你竟看他为大 又把他放在心上 每天早晨 你都见察他 每时每刻 你也试验他 你到什么时候 才转眼不看我 任凭我 咽下唾沫呢 见察世人的主啊 我若犯了罪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为什么把我当作剑靶 使我以自己为重担呢 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过犯 除去我的罪孽呢 现在 我快要躺卧在尘土中 那时 你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 约伯记第八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这些话 你要说到几时 你口中的言语 像狂风到几时呢 神怎会歪曲公平 全能者怎会驱往公义 你的儿女若得罪了他 他就因他们的过犯 撇弃他们 你若殷勤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又洁净又正直 他就必为你奋起 复兴你公义的居所 你起初虽然微小 到后来 必定非常兴旺 请你查问前几代 留意他们列祖所查就的 我们只是昨天才有的 所以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 不过是允儿 难道他们不只叫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 葡草没有泥 怎能生长 芦苇没有水 怎能长大呢 上青还没有割下来的时候 就比百草先枯高 忘记神的 他们的末路也是这样 不敬钱的人 他的指望必成泡影 他所自视的必被折断 他所靠赖的 不过是蜘蛛网 他依靠自己的家 家却立不住 他抓紧自己的家 家却存不久 他在阳光之下 滋润液青 他的嫩脂长满原子 他的根缠绕石堆 扎入石地之中 他若从本处被拔除 那处就否认他说 我没有见过你 看呐 这就是他人生的乐趣 往后必有别的人 从尘土中生出来 看呐 神必不离弃完全人 也不扶住行恶的人之手 他还要以欢笑充满你的口 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恨你的都必以羞耻为一 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 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回答说 我实在知道是这样 但是 人在神面前 怎能算为公义呢 人若愿意与他辩论 连千分之一也达不出来 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有极大的能力 有谁对他刚硬 而平安无事呢 他在怒中移山翻岗 山岗却不知道 他使大地震动 离开本处 大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太阳 太阳就不上升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铺开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与参星 卯星和南方的星座 他所行的大事 无法测动 所行的骑士 不可生数 他行过我身边 我却看不见 他掠过去 我竟不觉察 他夺取 谁能拦阻他 谁敢问他 你干什么 神必不抑制他的怒气 还怪 拉哈勃的助手 都俯伏在他以下 何况我呢 我怎敢回答他 措辞与他辩论呢 即使我有理 也不敢回答 只向那审判我的 求怜悯 即使我呼求 他也回答我 我还是不信 他会垂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伤害我 无缘无故 加添我的创伤 他不让我喘一口气 却使我饱尝苦楚 若论力量 他多么强大 若论诉讼 他说 谁能把我传来 即使我有理 我的口 还是定我有罪 即使我完全 我的口 还是盼我怪谬 我虽然完全 却不顾我自己 倒厌恶我的生命 所以我说 善恶都是一样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尽 灾祸忽然 把人杀害的时候 他就必嘲笑 无辜人的遭遇 全世界 交在恶人的手中 他蒙蔽世上 审判官的脸 如果不是他 那么是谁呢 我的日子 过得比信差还快 飞快逝去 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 消逝又如快船 好像 俯冲梦 扑事物的音 我若说 我要忘记我的苦情 要除去愁容 面露喜乐 我就惧怕 我的一切痛苦 因为我知道 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我既然被定为有罪 又何必突然劳苦呢 我若用血水 洗进我的身 又用碱水 洁进我的手 你还是把我扔入坑中 连我的衣服也憎恶我 他不像我是个人 使我可以打他 让我们一起对簿公堂 我两之间 并没有仲裁者 能够按手在我们双方身上 愿他使他的形状离开我 愿他可谓的威严 不惊吓我 我就说话 也不怕他 因为我本身 并不是这种人 约伯记第十章 我厌恶我的性命 我要尽情吐苦水 倾诉心中的痛苦 我要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请告诉我 你为什么与我相争 压迫无辜 又弃绝你手所做的 却喜悦恶人的计谋 你都以为美吗 你的眼不是肉眼 你观看不像人观看 你的日子不如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不像人的年岁 以致你追究我的罪孽 细查我的罪过吗 你知道我并没有罪 但没有人能救我脱离你的手 你的手诉我造我 但一转过来 你就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你造我如团泥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把我倒出来像倒奶 又使我凝结像卤酪凝固吗 你以皮肉为衣给我穿上 以筋骨揭落我 你赐我生命 又向我施慈爱 你的眷顾保守我的心灵 这些事 你都藏在你的心里 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 我若犯罪 你就检查 绝不赦免我的罪孽 我若有罪就有祸了 我若有礼也不敢抬头 保长羞辱 看看自己的苦难 我若昂首自得 你就列我如烈猛师 又在我身上彰显你惊人的大能 你重新设立见证攻击我 对我加增你的愤怒 派兵轮流攻击我 你为什么使我出母胎呢 我不如死去 无人得见我 这样 就像从来没有我一样 一出母腹 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不是很少吗 请住手 转离我 使我在往黑暗死印之地以先 在去而不返之前 可以喜乐片刻 那地黑暗 如死印的幽暗 毫无秩序 即使有光 也向幽暗 约伯记第十一章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 这许多的话 怎可不回答 多嘴多舌的人 怎能算为义难 你胡言乱语 可使人不作声吗 你嘲笑的时候 无人责备吗 你说 我的道理纯全 我在你眼前捷径 但愿神说话 愿祂开口跟你说话 把智慧的奥秘向你显明 因为真的智慧有两面 你当知道 神已忘记了你一部分的罪孽 神高深莫测之事 你怎能查出呢 全能者的终极 你怎能洞悉呢 祂的智慧高于诛天 你能做什么呢 比阴间还深 你怎能试透 祂的智慧比地长 比海宽 祂若过来把人囚禁 赵人受审 谁能阻止祂呢 因为祂认识虚谎的人 祂看见欺诈 怎能不见察 虚妄的人悟出会心 就像野驴生子为人 你若心里归向他 又向他伸手祷告 你若远远地除掉你手里的欺诈 不让不义 居在你的帐篷里 那么 你必仰面 毫无愧色 你也必坚定稳妥 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回忆好像逝去的流水 你们的人生 必明亮如正午 虽然黑暗 仍像早晨 因为有指望 你必安稳 你必四处寻茶 安然睡觉 你躺卧 不受惊吓 必有很多人 求你的情面 但恶人的眼目 必昏花 逃亡之路 也必断绝 他们的指望 就是最后的一口气 约伯记第十二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真的是有知识的民 你们死了 智慧也跟你们一同灭亡 但我也有聪明像你们一样 我并非不及你们 像你们所说的这些事 有谁不晓得呢 我这求告神 又蒙他应允的 竟成为朋友的笑柄 公义完全的人 竟成为笑柄 平静的人心中 藐视灾祸 坐将滑蝶者的份 强盗的帐木兴旺 惹神发怒的安稳 神的手上赐他们 你且问走兽 走兽必指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 或向地说话 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鱼 也必向你说明 从这一切看来 谁不知道 是耶和华的手 做成这事的呢 活物的生命 与全人类的气息 都在耶和华的手中 耳朵不是试验说话 好像上堂尝试食物吗 你们说 老年的有智慧 长寿的有聪明 他有智慧与能力 又有谋略与聪明 他所拆毁的 就不能重建 他所囚禁的 就不能释放 他若把水阻截 水就干涸 他在把水放出 水就使地翻倒 他有大能与智谋 受骗的与骗人的 都是属他的 他把谋士拨一掳去 并且愚弄审判官 他解开了君王绑人的绳索 又用腰部捆绑君王的腰 他把祭司拨一掳去 情妇有权有势的人 他除掉中信人的言论 又除去老年人的辨别力 他把羞辱倾倒在王子上 又松开壮士的腰带 他从黑暗中彰显奥秘 把死印领进光中 他是邦国兴盛 又毁灭他们 扩张邦国 又把他们掳去 他除掉地上人民中首领的悟性 使他们在无路的荒野之地漂流 他们在黑暗无光中摸索 他使他们漂泊无定 像罪汉一样 约伯记第十三章 这一切我的眼睛都见过 我的耳朵都听过 而且明白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我并非不及你们 但我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神辩论 你们都是捏造谎言的 都是无用的一生 但愿你们完全不作声 这样才算为你们的智慧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 留心听我最纯的申诉 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言语吗 你们要为他说诡诈的话吗 你们要寻神的情面吗 要为神争辩吗 他把你们查出来 这是好吗 人怎样哄骗人 你们也怎样哄骗神吗 你们若暗中寻情面 他必然责备你们 他的尊严不是叫你们惧怕吗 他的惊吓不是临到你们吗 你们背诵的格言 都是芦荟的格言 你们的辩护都是泥土的辩护 你们要静默 离开我 好让我说话 然后不论什么事也好 让他临到我吧 我已把我的肉挂在自己的牙上 把我的命放在自己的手中 他必杀我 我没有指望了 我必在他面前辩明我所行的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因为不敬虔的人 不能到他面前来 你们当细听我的言语 让我的宣言 溅入你们的耳中 现在我已成上我的案件 我知道我自己得算为义 有谁与我相争呢 若有 我就默然不言 弃绝而亡 只要不对我行两件事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惊具威吓我 这样 你一呼叫 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 你回答我 我的罪孽与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让我知道 我的过犯与罪过 你为什么掩面 把我当作你的仇敌呢 你要使被风吹动的树叶战斗吗 你要追赶枯干了的碎阶吗 你记录叛死攻击我 又使我承担我幼年的罪孽 你把我的两脚上了木狗 又检查我一切所行的 为我的脚掌定界限 我的生命 像破灭腐朽之物 又像虫柱的衣服 约伯纪第十四章 妇人所生的日子短少 满有娇绕 她生长如花 又遭割下 她飞去如影 并不停留 这样的人 你还睁眼看她 又把她带到你跟前受审吗 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 无人有此本事 人的日子既然被限定 她的月术亦在乎你 你也定下她的界限 使她不能越过 就求你转眼不看她 使她得歇息 只等到她像故宫一样 享受她的日子 树木常有希望 树木若被砍下 也会再发芽 嫩枝仍生长不息 虽然树根衰老在地里 树干也枯死在土中 一有水气就会萌芽 有生长枝条如心摘的树一样 人死了 就化为乌有 人一气绝就不再了 海洋中的水消失 江河枯竭干涸 人也是这样一躺下去 就不再起来 直到天都没有了 还不醒过来 也不能从睡眠中被唤醒 但愿 你把我藏在阴间 把我隐藏 直到你的怒气过去 愿你为我定一个期限 好纪念我 人若死了 怎能再活呢 我要在我一切劳苦的日子等待 等到我得释放的时候来到 你一呼叫 我就回答你 你必渴慕你手所做的 但现在 你赎点我的脚步 必不再检查我的罪过 我的过犯 被你封在囊中 我的罪孽 你已灰泥遮盖了 山崩下坠 岩石挪开远处 流水磨石石头 水的泛意冲去地上的尘土 你也这样灭绝人的指望 你永远胜过人 人就去世 你改变他的容貌 把他遣走 他的儿女得尊荣 他并不晓得 他们降为悲 他也不觉得 只觉自己身上的痛苦 为自己悲哀 约伯纪第十五章 提曼人 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 怎可用虚空的知识 来回答呢 怎可用东风 充满自己的肚腹呢 他怎可用无意的话 或无用的言辞辩论呢 你还废弃了 敬畏神的心 拦阻了 在神面前的莫道 你的罪孽 教导你的口 你采用鬼诈人的舌头 是你的口定你的罪 不是我 你嘴唇做见证控告你 你是头一个生下来的人吗 你在诸山未有之前诞生的吗 你曾聆听过神的秘址吗 你可以独占智慧吗 有什么是你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 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中间有白头发的 又有年纪老的 年岁比你的父亲还大 神的安慰 对你是否太少 温柔的言语 对你是否不足 你的心 为什么迷惑你 你的眼 为什么闪出怒光 以致你的心灵 转过来抗拒神 从你的口中 竟发出这样的话 人是什么 能算为洁净吗 妇人所生的 能算为公义吗 神不信任他的众天使 在他看来 诸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可赠又腐败 和罪孽如同喝水的世人呢 我要告诉你 你要听我说 我所看见的 我要述说 就是智慧人所传讲的 并没有隐瞒 从他们列祖所领受的 这地唯独赐给列祖 并没有外族人 从他们中间经过 恶人一生饱受痛苦 一生的年数 都为强暴留存 恐怖之声 藏在他的耳中 太平的时候 强盗就来袭击他 他不信他能从黑暗中转回 自己留给刀剑杀害 他漂流密实说 哪里有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已经临近了 患难与困苦 使他惊慌 又胜过他 像君王预备上阵攻击一样 因为他向神挥拳 向全能者逞强 用盾牌的厚图面 映着景象向他直闯 因为他以自己的脂肪蒙脸 腰上积满肥油 他住在背回的城邑里 住在没有人居住 注定快要成为乱堆的房屋里 他不再富足 他的财富不能持久 他的产业也不得在地上扩张 他不能离开黑暗 火焰必烧干他的嫩汁 他必因神口中的气而离去 他不信靠虚假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他的日期未到已先 这事必成全 他的侄子也不清律 他必像葡萄树未熟的葡萄掉落一样 又如橄榄树的花朵一开就泄一般 因为不敬钱的人 必不能生育 火必吞灭收受贿赂者的账目 他们所怀的是罪恶 所生的是罪孽 他们腹中所预备的是诡诈 约伯记第十六章 约伯回答说 像这样的话 我听了很多 你们都是叫人愁烦的安慰者 虚空的言语 有穷尽吗 或有什么惹你打个不休的呢 你们若处在我的景况 我也能像你们那样说话 我也能弃辞攻击你们 并且能向你们摇头 我能用口鼓励你们 我嘴唇的安慰能缓和你们的痛苦 我若说话 痛苦仍不消解 我若闭口不说 痛苦也不离开我 现在 神使我困倦 你蹂躏了我的全家 又把我捆绑起来 这就作为证据 我身体的枯兽也当面作证反对我 他的怒气撕裂我 攻击我 他向我咬牙切齿 我的敌人以锐利的眼光看着我 他们向我大大张嘴 以蔑视的态度打我的脸颊 联合一起攻击我 神把我交给不义的人 把我丢在恶人的手中 我本来安逸 他却把我压碎 掐着我的景象 把我摔碎 又把我当作他的剑拔 他的弓箭手四面包围我 他剖开我的腰子 全不顾习 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他把我破伤 在破口上又加破伤 如勇士一般向我直冲 我把麻布缝在我的皮肤上 把我的脚插入尘土中 我的脸因哭泣而发红 在我的眼皮上满是黑影 然而 在我的手中没有强暴 我的祷告也是清洁的 弟啊 不要遮盖我的血 不要让我的哀求 有停留的地方 现今 在天上有我的见证 在高天之上 有我的证人 讥笑我的 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眼 像神流泪 但愿人可以为人与神分辨 正如世人为朋友辩驳一样 因为我的年数将近 我快要走上那条一去不返的路 约伯记第十七章 我的气息将断 我的日子快进 坟墓已为我预备好了 真有嘲笑人的在我这里 我的眼看着他们的悖逆 愿你给我保证 亲自为我作保 除你以外 有谁肯与我挤掌作保呢 你蒙蔽了他们的心 不让他们明白 因此 你必不高举他们 为分产业而控告朋友的 他子孙的眼睛也要昏花 他使我成为民众的笑柄 人人都吐唾沫在我的脸上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昏花 我的身体受骨如柴 正直人必因此惊讶 要被激发起来 攻击不敬钱的人 一人必坚守自己的道路 守洁的人要立上加力 然而 你们众人可以再来 在你们中间 我找不到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的日子已过 我的谋算 和我心中所想的 都已粉碎 他们把黑夜变为白昼 因为黑暗的缘故 他们就说 光明临近了 我若等待阴间坐我的家 在黑暗中铺张我的床榻 我若对深坑说 你是我的父亲 对虫说 你是我的母亲 我的姐妹 那么 我的指望在哪里呢 我的指望 谁能看得见呢 等到安息 在尘土中的时候 那些指望 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 约伯记第十八章 舒雅仁比勒达回答说 你寻所言语要到几时呢 先想清楚 然后我们再说吧 我们为什么算为牲畜 为什么在你的眼中看为污秽呢 你这一怒气而撕裂自己的 难道大帝要为你的缘故被丢弃 盘石要挪移离开原处吗 恶人的灯必要熄灭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他帐篷中的光要变为黑暗 上面的灯也必熄灭 他的脚步必然狭窄 自己的计谋必把他绊倒 他的脚送自己进入网罗 他走在陷阱之上 圈套要缠住他的脚跟 网罗要罩在他身上 活扣为他藏在地里 羁绊为他埋在路上 惊骇四面恐吓他 并且追赶他的脚踪 他的气力因饥饿衰败 祸患预备使他跌倒 灾祸侵蚀了他大部分的皮肤 死亡的长子吃掉了他的肢体 他要从他倚靠的帐篷中 被拔出来 被带到惊骇的王那里 不属他的住在他的帐篷里 硫磺撒在他的居所之上 他下面的根枯干 上面的枝子凋谢 他令人怀念的都从地上灭没 他的名字不再留存在田上 他们把他从光明中赶到黑暗里 又把他从世界中赶出去 在本族中他无子无孙 在他寄居之地也没有生存的人 西方的人因他的日子惊讶 东方的人也站立不已 不义的人之住所实在是这样 这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的收场 约伯记第十九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叫我受苦要到几时呢 用话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你们已经十次侮辱我 你们苛刻地对我 也不觉得羞耻 即使我真的有过错 由我承担好了 你们若真的妄自尊大攻击我 用我的羞辱来证明我的不是 那么 就知道是神颠倒我的案件 用他的网圈住我 我呼叫强暴 却没有回答 我呼求 却得不到攻断 神用篱笆 拦阻我的道路 使我不能经过 他又是黑暗笼罩我的路 他从我身上拨去我的荣耀 又挪去我头上的冠冕 他四面拆毁我 我就离世 他又把我这指望 如树枝一样拔出来 他的怒气向我发作 把我看作他的敌人 他的军队一起上来 他们攻击我 在我的帐篷周围安营 他使我的族人远离我 使我熟悉的人完全与我疏离 我的亲戚离弃我 我的朋友忘记我 在我家中寄居的 和我的婢女都把我当作外人 我在他们的眼中是个外族人 我呼唤仆人 他不回答 我得用口哀求他 妻子厌恶我的气息 同胞兄弟也厌弃我 连小孩子也藐视我 我一起来 他们就讥笑我 我所有的密友都憎恶我 我所爱的人也向我反脸 我的骨头紧贴着皮肉 我只剩牙皮逃过大难 我的朋友啊 求你们怜悯我 怜悯我吧 因为神的手击打了我 你们为什么又如神那样逼迫我 还不应吃我的肉感到满足吗 但愿我的话现在都写下 都刻在书简上 用铁笔又用签 永远刻在磐石上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 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 这事就要发生 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 我必见他在我身边 我要亲眼见他 并非外人 我的鲜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 你们若说 惹事的根既然在他 我们要怎样逼迫他呢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 因为这些罪孽带来刀剑的惩罚 好使你们知道有审判 约伯纪第20章 拿马人索法回答说 我的心思烦扰叫我回话 因为我内心急躁 我听见了那羞辱我的责备 心灵因着我的悟性回答我 你不知亘古以来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恶人的欢呼并不长久 不敬前者的快乐 不过是暂时的吗 虽然他的高贵上达于天 他的头直插云霄 他必永远灭亡 像自己的份一般 素来看见他的都要说 他在哪里呢 他必如梦一般非事 人再也找不着他 他必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 亲眼见过他的 必不再见他 他的本处也必看不见他 他的儿女必向穷人求恩 他们的手要退还他不义之财 他的骨头虽然充满青春活力 却必与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邪恶在他的口中虽然甘甜 他把邪恶藏在自己的舌下 他虽然爱惜不舍含在口中 然而他的食物在他腹中却要变坏 在他里面成为眼镜蛇的毒汁 他吞下了财宝 还要把他吐出来 神要从他的腹中把他掏出来 他必吸损眼镜蛇的毒液 腹蛇的舌头必把他杀死 他必不得看见江河 就是流密于奶的江河 他劳苦所得的必归别人 自己却不得吃用 他交易得来的财力 自己却不得享用 因为他欺压穷人不顾他们 强强不是自己建造的房屋 因为他内心没有安宁 他不能保存他喜爱的东西 他吃得一无所剩 所以他的福乐不能持久 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陷入困境 受过苦的人的手都淋到他身上 他正在填饱肚腹的时候 神就把猛烈的怒气降在他身上 他正在吃饭的时候 神要把这怒气如雨降在他身上 他要逃避铁制的兵器 但同工的剑必把他射穿 他把剑一抽 剑就从背后出来 发亮的箭头 从他的胆中出来 死亡的惊恐临到他身上 万般黑暗为他的财宝留存 不是由人吹着的火要吞灭他 要毁掉他帐篷中所剩下的 天必显露他的罪孽 地要兴起来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被掠去 在神愤怒的日子被冲走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是神给他指定的产业 约伯记第21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这就算是你们给我的安慰 请原谅我 我又要说话了 说完以后 就任凭你们嘲笑吧 我岂是抱怨的人呢 我的心为什么不能忍耐呢 你们注视我 惊讶吧 用手严口吧 我每逢想起就惊慌 浑身战斗 恶人为什么总可以存活 活到老 而且才是强大 他们的后裔 在他们面前坚定 他们眼见自己的子孙 在他们周围立定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据 神的形状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交配 而不落种 他们的母牛下毒 而不吊胎 他们叫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 他们的年轻人四处跳跃 他们跟着琴鼓高歌 又音着萧的声音欢乐 他们幸福度过他们的日子 一刹那间下阴间 毫无病痛 然而 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路 全能者是谁 竟让我们服侍他呢 我们若向他恳求 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的福乐 岂不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恶人的谋算 离我很远 恶人的灯 何尝熄灭 灾难 何尝临到他们身上 神何尝在愤怒中 把痛苦分给他们 他们何尝像风前的干草 何尝像暴风刮去的康辟 你们说 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 我却说 神报应他本人 好叫他自己明白 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落 愿他和全能者的烈怒 他的岁月既然断绝 他还会看顾自己身后的家吗 神既然审怕那些在高位的 谁能把什么知识交给他呢 有人到死的时候 仍然气力充足 向尽平静与安逸 他的奶桶充满鲜奶 他的骨髓滋润 有人到死的时候 心里痛苦 一身未尝美食 他们都一起躺在尘土中 虫子爬满他们身上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 与你们恶待我的计谋 你们问 霸王的房屋在哪里 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 你们没有问问过路的人吗 不承认他们所提的证据吗 就是恶人在灾难的日子得存留 在神发怒的时候得逃脱 他所行的 有谁敢当面指责他呢 他所做的 有谁能报应他呢 然而他被人抬到坟墓里 并且有人看守他的墓地 他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 所有的人跟在他后面 走在他前面的不计其数 你们的回话既然只存虚假 怎样突然安慰我呢 约伯记第22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人对神能有什么益处呢 明智的人只能一己 你为人公义可讨全能者喜悦吗 你行为完全可有利于他呢 他是因你敬畏他而责备你 对你施行审判吗 你的罪恶不是很大吗 你的罪孽不是没有穷尽吗 你无缘无故强取兄弟的东西做档头 搏去衣不避体的人的衣服 疲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 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饭吃 有势力的人就有土地 尊贵的人住在其中 你叫寡妇空手而去 你折断孤儿的绑壁 因此有网罗环绕着你 恐惧也忽然使你惊慌 光明变成黑暗 以致你看不见 并且洪水淹没你 神不是高于诸天吗 你看看最高的星星 多么的高啊 你说 神知道什么 他能透过幽暗施行审判吗 密云把他遮盖 使他不能看见我们 他在天上的圆圈上面走来走去 你要谨守古往的道 就是恶人所行走的吗 他们未到时候就被抓去 他们的根基被洪水冲去 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他用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 恶人的谋散远离我 一人看见了 就欢喜 无辜的人嘲笑他们说 我们的对头必被剪除 他们拨下来的油火吞灭了 你与神和好 就可以得平安 这样福乐就必临到你 你该从他口中领受训惠 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你若归向全能者 就必得见利 你若使不意远离你的帐篷 把你的金块丢在尘土中 把俄斐的金块丢在河流的石头间 全能者就必做你的金块 做你的银堆 你就必以全能者为乐 向神扬起脸来 你向他祈求 他就垂听你 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决定的计划 他必为你成全 光明必照在你的路上 人谦卑的时候 你就说升高吧 眼中谦卑的 他必拯救 他搭救并非无辜的人 他要以你手中的捷径得救吧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回答说 直到今日 我还有苦情要申诉 我虽然叹喜 他的手仍然沉重 但愿我知道 怎样能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来 好让我在他面前 惩善我的案件 满口辩论 向他申诉 知道他要回答我的话 明白他对我说什么 他会以大能与我相争吗 必不会这样 他必关怀我 在他那里 正直人可以与他彼此辩论 这样 我就必永远摆脱那审判我的 可是 我往前走 他不在那里 我若往后退 我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见不到 他在右边隐藏 我却看不见 可是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 他试炼我以后 我必向金金出现 我的脚紧随他的脚步 我紧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没有离弃 我珍藏他口中的言语 在我的怀里 胜过我虚用的饮食 但是 他既已定义 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心里所愿的 就行出来 他为我所定的 他必成全 这类的事情 他还有许多 因此 我在他面前惊慌 一想到这事 我就惧怕他 神使我心里胆怯 全能者使我惊慌 因为 我在黑暗面前 并没有被消灭 也不怕幽暗 遮盖着我的脸 约伯纪第24章 为什么全能者 不保留赏善罚恶的时间 为什么认识他的人 不能看见他的日子 恶人挪移地界 抢夺群处去牧养 他们赶走孤儿的驴 抢取寡妇的牛 做抵押 他们使穷人离开大道 世上的贫民 都一起躲藏起来 这些贫穷人 向旷野的野驴 出外劳碌 殷勤寻觅食物 野地为他们 和他们的孩子 供应食物 他们在田里收割草料 在恶人的葡萄园中 摘取剩余的葡萄 他们赤身露体 无衣过夜 在寒冷中毫无遮盖 他被山上的大雨淋湿 因为没有躲避之处 就紧抱磐石 有人从母亲的怀中 抢走孤儿 又抢取穷人的衣物 做抵押 因此 穷人赤身露体流浪 他们因饥饿 就抬走河困 他们在那些人的 行列之内炸油 有踹酒 自己仍然口渴 有人从城里哀哼 受伤的人呼求 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欲望 又有人与光为敌 不认识光明的道 不留在光明的路中 杀人的黎明起来 杀戮困苦人与穷人 夜间又去做盗贼 肩夫的眼睛等待黄昏 说 没有眼可以看见我 就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盗贼黑夜挖穿屋子 白天却躲藏起来 他们不想认识光明 他们看晨光如死印 因为他们认识死印的惊骇 这些恶人 如水面上漂浮的东西 迅速流逝 他们在世上所得的粪 被咒诅 他们不能再走葡萄园的路 干旱与炎热 怎样消除血水 阴间也这样处去犯罪的人 怀他的母胎忘记他 虫子要以他为甘甜 他不再被人纪念 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 他恶待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的妇人 也不善待寡妇 神却用自己的能力 延长强暴的人的性命 生命难保的 仍然兴起 神使他们安稳 他们就有所倚靠 他的眼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 就没有了 他们降为悲 如众人一样被收拾起来 他们又如骨碎枯干 如果不是这样 谁能证明我是撒谎的 指出我的言语为空虚的呢 约伯记第25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神有智力之权 威严可畏 他在高天之处施行和平 他的天君怎能数算 他的光一发 谁不被照耀呢 这样在神面前 人怎能称为义呢 妇人所生的 怎能算为洁净呢 在神的眼中 月亮都不明亮 星星也不皎洁 更何况如虫的人 想驱的是人呢 约伯记第26章 约伯回答说 无能力的 你怎样帮助他 绑壁无力的 你怎样拯救他 无智慧的 你怎样教导他 显明你丰盛的智慧 你靠谁发言呢 谁的灵从你而出呢 阴魂和在水中居住的 都在水下痛苦不堪 阴间在神面前赤露敞开 灭亡之处也没有遮盖 他把背脊铺在空间 把地球挂在太空 他把水包在密云中 水下面的云却不破裂 他遮蔽自己宝座的正面 把云铺在上面 在水面画出界线 直到光与暗的交界 天的柱子都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 他以能力搅动大海 以聪明急伤拉哈勃 他以自己的气使天晴朗 他的手刺穿逃跑的蛇 这些不过是他的座位的一点点 我们从他那里所听到的 是多么的微小 他大能的雷声 谁能够明白呢 约伯记第27章 约伯继续他的讲论说 永活的神夺去我的宫里 全能者使我心中痛苦 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里面 神赐我的气息还在我鼻孔里 我的嘴唇绝不说不义之言 我的舌头也不讲诡诈之语 我绝对不以你们为事 我到死也不放弃我的存权 我坚守我的义绝不放松 我一生的日子 我的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敌人如恶人一般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 像不义的人一样 不敬虔的人被剪除 神夺取他性命的时候 还有什么指望呢 患难临到他身上的时候 神会垂听他的哀求吗 他以全能者为乐 实时求告神吗 我借神的能力教导你们 我不向你们隐瞒全能者的事 你们都亲自见过 你们为什么成了这么虚妄呢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强暴的人从全能者所得的业 即使他的儿女增多 还是被刀剑所杀 他的子孙也必永不得饱食 他的遗族在死人中埋葬 他的寡妇也都不哀哭 他虽然堆积银子如沉沙 预备衣服如泥土 他尽管预备 一人却要穿上 他的银子 无辜的人也要瓜分 他建造房屋如蜘蛛结网 又如守望着所搭的棚 他虽然躺下的时候富有 却不再这样 他一张开双眼 财富就不再了 惊恐必如重水追上他 暴风在夜间把他刮去 东风把他吹起 他就消逝 又把他卷起 离开原来的地方 神涉及他毫不留情 他甚愿快快逃脱神的手 有人向他拍掌 发丝声赶他离开原来的地方 约伯记第二十八章 银子有矿 金子有冶炼的地方 铁从土中去出 融化石头而得铜 人探求黑暗的尽头 查明在阴暗中的石矿 直到几处 在无人居住之处 足迹罕至之地 开坑探矿 他们与人远离 悬在坑中摇来摇去 至于地 粮食从他而出 地底下却好像 被火翻转过来一样 石中有蓝宝石 也有金沙 矿坑中的鹿 赤鸟不知道 连鹰的眼也未曾见过 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 猛狮也未曾经过 人身手急凿尖石 使山脚翻倒过来 在磐石中凿出坑道 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他堵住水源 不让滴漏 又使隐藏之物 显露在光中 然而 智慧在何处可寻 聪明之地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人不知道 在活人之地也寻不到 深渊说 不在我里面 藏海说 不在我这里 智慧不能用纯金购买 也不能称银子做他的代价 而斐金 贵重的马脑 蓝宝石都不能与他比较 黄金和玻璃不能与他比较 纯金的器皿不能与他交换 珊瑚和水晶都不值一提 取得智慧 取得智慧胜过取得红宝石 古石的黄玉不能与他比较 纯金也不能与他较量 然而 智慧从哪里来 聪明之地在哪里呢 众生的眼睛都看不到 空中的飞鸟也不能发现 灭亡和死亡都说 我们只封闻他的事罢了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也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为他查看全世界 变观全地 他为风定轻重 又度量重水 为语录立定律 为雷电定道路 那时他看见智慧 描述智慧 他监力智慧 并且查探智慧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邪恶 就是聪明 约伯记第29章 约伯继续他的讲论说 但愿我的景况 像以前的岁月 向神保守我的日子 那时 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 我靠着他的光 行过黑暗 但愿 我仍然活在 年轻力壮的日子 那时 神在我的帐篷里 与我亲密 全能者 仍然与我同在 我的孩子 都环绕我 我用游洗脚 磐石 为我出游成河 我出到城门那里去 在广场上 预备我的座位 年轻人 看见我就回避 年老的 也起身站立 王子 都停止说话 并且用手掩口 众领袖 都不敢作声 他们的舌头 紧贴上额 耳朵听见我的 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见我的 就坐正称赞我 因为我救了呼救的穷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的 为我祝福 我使寡妇的心欢呼 我以公义做衣服穿上 我的公平好像外袍和冠冕 我做了瞎子的眼 瘸子的腿 我做过贫穷人的父亲 我查究过 我素来不认识的人的案件 我打碎了不义的人的牙齿 时不时地掉下来 那时我心里想 我必在家中安然去世 我必增添我的日子 像沙尘那么多 我的根蔓延到水边 露水整夜粘在我的枝上 我的荣耀在身上尝心 我的功在我手上重新得力 大家都聆听我 等候我 静默无声地领受我的指导 我说了话以后 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言语像雨露一般 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等候我 像等候雨水 又大大张嘴 如窃目春雨 我向他们微笑 他们也不敢相信 他们珍惜我脸上的光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 又做守卫 我像君王住在军队中 又像个安慰悲伤的人 约伯纪第三十章 但现在年纪比我小的人都笑我 我不容许他们的父亲 与我羊群的犬之为伴 他们的气力已经衰退了 他们两手的力量 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因穷乏与饥饿而消瘦 在黑夜荒废 与荒凉之地 拒绝旷野的干草 他们在草丛中采摘咸草 以罗腾树根做食物 他们从人群中被赶出去 人追喊他们如追喊贼一样 以致他们住在京下谷之中 在地洞和盐血之间 他们在草丛中间喊叫 在杂草之下集合起来 他们都是鱼丸人 下流人的子孙 被人鞭打逐出境外 现在他们以我为歌曲 我竟成了他们的笑柄 他们厌恶我 远远地离开我 又不住土唾沫在我脸上 因为神把我的公弦松开 叫我受苦 他们就在我面前任意妄为 以我报名 在我右边兴起 推开我的脚 逐弃灾难的路攻击我 他们拆毁了我的路 没有别人的帮助 也能毁灭我 他们闯进来如闯大破口 在废墟之中滚过来 惊骇临到我的身上 驱逐我的尊严如风吹一般 我的好景像云一样过去 现在 我的心伤痛 有如到了出来 苦难的日子把我抓住 夜间痛苦刺透我的骨头 疼痛不止 不住地拒绝我 我的衣服 因神的大力变得形 他的大力如外衣的领口 把我竖紧 神把我扔在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神啊 我向你呼求 你却不应允我 我站起来 你也不理我 你变成待我残忍 用你大能的手迫害我 你把我提到风中 使我被风刮去 使我在暴风中消散 我知道你必使我归回死地 归到那位众生锁定的阴宅 然而人跌倒 怎会不伸手 人遇灾祸 怎会不呼救呢 艰难过日的 我不是为他爱哭 贫穷的 我不是为他忧愁吗 我希望得福了 灾祸就来了 我等候光明 幽暗就到了 我的心肠沸腾不安 痛苦的日子临到我 我四处行走 全身发黑 并不是因为日晒 我在会中站着呼求 我与野狗为兄弟 又与鸵鸟做同伴 我的皮肤发黑脱落 我的骨头阴热发烧 所以我的琴音变为哀音 我的笑声变为哭声 约伯纪第31章 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 绝不注视处女 从至上的神所得的份 从至高的全能者 所得的业是什么呢 灾难不是临到不义的人吗 灾祸不是临到作孽的人吗 神不是查看我的道路 数算我的一切脚步吗 我若与虚幌同行 我的脚若急于追随诡诈 就愿我被公平的天平秤渡 使神可以知道我的完全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道 我的心若随从眼目而行 我的手掌若粘有任何污点 就愿我所重地让别人来吃 愿我天中出产地 都连根拔起来 我的心若被女人迷惑 在别人的门口埋伏 就愿我的妻子做别人的奴仆 也愿别人屈身与她行淫 因为这是大恶 是该受审判的罪孽 这是焚烧直至毁灭的火 必把我所有的收获都拔出来 我的脯臂与我争论的时候 我若轻视他们的案件 神若起来我怎么办呢 她若见察 我怎样回答呢 那造我在母妇中的 不也造她吗 造我们在母胎里的 不是同一位吗 我若不给穷人所要的 或使寡妇的眼所期待的落空 我若独吃我的一点食物 孤儿却没有与我同吃 自我幼年时 孤儿与我一同长大 以我为父 从我出母妇以来 我就善待寡妇 我若见人因无衣服死亡 或贫穷人毫无遮盖 她若不因我的羊毛得温暖 她的心若不向我道谢 我若在城门竟有支持我的 就挥手攻击孤儿 就愿我的尖头 从肩胛脱落 愿我的前臂 从上臂折断 因为神所降的灾难 使我恐惧 因祂的崇高 我不敢妄为 我若以黄金为我所信靠的 又对金金说 你是我所靠赖的 我若因为财物风欲 或因为我多获财力而欢喜 我若见太阳照耀 或明月行在空中 以致心中暗暗地受到迷惑 用自己的嘴亲手 那么 这也就是该受审判的罪孽 因为我欺哄了高高在上的神 我若因恨我的人遭灾祸而欢喜 或因他与患难而高兴 我并没有容许我的口犯罪 咒诅他的性命 我家里的人若没有说 谁能找出哪一个 没有保持他的肉食的呢 旅客没有在街上过夜 我的门向过路的人是敞开的 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 把我的罪孽藏在怀中 因为我惧怕群众 宗族的藐视又使我惊恐 以致我静默不言 足不出门 但愿有一位肯听我的 看哪 这是我所化的鸭 愿全能者回答我 愿那与我征颂的写好状词 我定要把他带到我的肩上 绑在我的头上为冠冕 我要向他述说全部的行为 又像王子一般进到他面前 我的田地若呼冤控告我 地的梨沟若都一同哀哭 我若是地里的出产而不给嫁淫 或是地主弃绝身亡 就愿吉里长出来代替小麦 臭草代替大麦 约伯的话说完了 约伯记第32章 因为约伯自以为意 于是这三个人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 不惜人拦阻巴拉家的儿子 以利户发怒了 他向约伯发怒 因为他在神面前自以为意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 因为他们虽然仍以约伯为有罪 却找不到回答的话来 以利户等待着要向约伯说话 因为他们的年纪都比以利户大 以利户一见这三个人的口里 无话回答 他就发怒了 不惜人 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 我年纪轻 你们年纪大 因此我拘束畏惧 不敢向你们表达我的意见 我心里想 年长的当心说话 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但是在人心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息使人有聪明 年纪大的不都有智慧 年老的不都能明白是非 因此我说 你们要听我说话 我也要说出我的意见 你们弃辞说话的时候 我等待着你们的话 留心听你们的理论 我留意听你们 不料 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博导约伯 驳回他所说的话 你们不要说 我们寻得了智慧 能胜过他的 是神不是人 约伯没有用他的话攻击我 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 他们惊慌失措 不再回应 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了 因为他们不说话 因为他们站着不再回应 我就等待嘛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 我也要表达我的意见 因为我充满了要说的话 我里面的灵催逼我说出来 我里面如成久的囊 没有出气的地方 又如新酒袋 快要破裂 我要说话 使我可以舒畅 我要开口回答 我必不寻人的情面 也不奉承人 因为我不晓得怎样奉承 不然 我的创造主 很快就把我除去 约伯纪第33章 可是约伯啊 请听我的言语 留心听我的一切话 我现在开口 用舌头发言 我的话表明我心中的正直 我所知道的 我的嘴唇就成成实实地说出来 沈的灵创造了我 全能者的气使我存活 你若能够办得到 就回答我 用话语攻击我 表明立场 当面攻击我 在神面前 我与你一样 也是用土捏造的 我的威严 必不惊吓你 我的压力 也不加重在你身上 你所说的 我已经听见了 也听到你言语的声音说 我是洁净的 毫无过犯 我是清白的 没有罪孽 神找机会攻击我 把我当作仇敌 祂把我的两脚上了木构 又检查我一切所行的 我要告诉你 你这话错了 因为神比世人大 你为什么对神争辩说 无论世人的什么话 他都不回答呢 原来神用这个方法 或那个方法说了 只是世人没有留意 世人都在床上打顿 沉睡临到他们的时候 神用异梦与夜间的异象 告诉他们 祂坚定他们所得的训讳 好叫人离开自己的恶行 又叫人与骄傲隔绝 拦阻人的性命 不下在坑里 又阻止他的生命 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被痛苦惩治 他的骨头不住地痛苦挣扎 以致他的生命厌恶食物 他的胃口也厌恶美食 他的肌肉消瘦 以致看不见 以前看不见的骨头 现在都涂出来 他的性命接近深坑 他的生命靠近灭命的天使 在一千位天使之中 若有一位做人的中宝 只是人当行的事 恩待他说 救赎他 面下深坑 我已经得到了暑假 他的肌肉就比孩童的更嫩 他更恢复满有青春活力的日子 他向神祈求 神就喜悦他 他也欢呼着朝见神的面 仍又恢复自己的意 他在人面前歌唱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但我没有受到应得的报应 他救赎我的性命 灭入深坑 我的生命 必得见光明 神总是三番四次 向人行这一切事 要把人的性命 从深坑里救回来 好使活人之光光照他 约伯啊 你当留心听我 当默不作声 我要说话 你若有话说 就请回答我 你只管说吧 因为我愿意以你为意 你若没有话说 就要听我说 你当默不作声 我就把智慧教导你 约伯记第三十四章 以利护回答说 智慧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啊 你们要刺耳听我 因为耳朵誓言言语 好像上堂尝试食物 我们要选择何为事 让我们彼此知道何为善 约伯说 我是有理的 神却夺去我的功力 我虽然有功力 却被认为是说谎的 我虽然毫无过犯 我所受的剑伤 却无法医治 有哪一个人像约伯呢 他和谢曼如同喝水 他与作孽的同伙 他与恶人同行 因为他说过 人讨神的喜悦 对他并无益处 所以 明里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绝不治作恶 全能者断不治行不义 因为神必照着人所做的报应他 使个人按照所行的得报应 真的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必不颠倒是非 谁派他管理大地 谁设立全世界呢 他若对人决心这样做 他若把灵与气收归自己 有血肉生命的 就都一同弃绝身亡 世人都归回尘土 你若明理 就倾听这话 留心听我说话的声音 恨物公平的 真的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与大能的 你定他为有罪吗 他不是对君王说 你是匪徒 又对贵族说 你们是恶人吗 他不寻王子的情面 也不看重富人过于穷人 因为他们都是他手所造的 他们在半夜之中 刹那之间死亡 平民因遭受震动而去世 有权势的被除灭 非戒人手 神的眼看顾人的道路 查看他每一步 没有黑暗 又没有死印的地方 可以给作孽的在那里藏身 神不必进一步检查人 使人到他面前去受审判 他不必查救 就可以打碎有权势的人 并且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来留心他们所行的 在夜间轻抚他们 他们就被压碎 他在观众面前击打他们 有如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离正道 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一切道路 以致穷人的哀求达到他那里 他也垂听了困苦人的哀求 他若安静不动 谁能定他有罪呢 他若掩面 谁能定他有罪呢 无论对待一国或一人 都是这样 别让不敬虔的人做王 免得他危害人民 有人对神说 我忍受了管教 不再有败坏的行为了 我所看不到的求你指教我 我若行了罪孽 必不再行 神会因你拒绝悔改 就遵照你的心意吗 要做抉择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出来吧 名里的人必对我说 智慧的人要听我的话 约伯说话毫无知识 他的言语没有智慧 但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为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自己的罪上又加过犯 在我们中间鼓掌嘲笑神 用许多话敌对神 约伯记第35章 以利户回答说 你说 我在神面前更显为义 你自以为这话有理吗 你还说 你有什么益处呢 我不犯罪有什么好处 我要用言语回答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朋友 你要往天仰望观看 细看高过你的云天 你若犯罪 你能使神受害吗 你的过犯若增多 你又能使他受损吗 你若为人正义 你能给他什么呢 他从你手里能领受什么呢 你的邪恶 只能害向你的人 你的公义 也只能叫世人得意 他们因多受欺压而呼叫 因受强权者的压制而呼求 却没有说 神我的创造主在哪里呢 他使人在夜间歌唱 他教导我们过于 教导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智慧 胜于空中的飞鸟 因为恶人骄傲的缘故 他们在那里呼求 神却不回答 真的 神必不垂听虚妄的呼求 全能者也必不留意 更何况 你说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 你忍耐地等候他吧 但现在 因为他还没有在愤怒中降伐 也不大理会人的过犯 所以约伯开口说空话 多说无知事的话 约伯纪第36章 以利户又接着说 你在等我片刻 我就指示你 因为我还有话要为神说 我要从远处引来我的意见 把公义归给我的创造主 我的话真的不是谎言 有一位知事全辈的与你同在 神大有能力 并且不藐视人 他的智慧大有能力 他不容恶人生存 却为困苦人主持公道 他的眼目时常看顾一人 他使他们与君王同座宝座 他们永远被高举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都显示 使他们知道他们骄傲自大 他开启他们的耳朵可以领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而悔改 他们若听从他 侍奉他 就必幸福地度尽他们的日子 也必快乐地度过他们的岁月 他们若不听从 就必死在刀下 毫无知识地弃绝身亡 那些心里不敬虔的人 积存怒气 神捆绑他们 他们尽不呼求 他必早年丧命 丧命如妙计一样 神借着苦难就把困苦人 以他们所受的压迫开启他们的耳朵 他也诱导你脱离患难的湖口 到宽阔不狭窄之地 到你白满肥干的席上 你却满有恶人所当受的审判 审断和刑罚把你抓住 你要小心 不可让愤怒激动你 以致捂慢神 也不要因赎价大而偏离正道 你的呼求或一切势力 能使你不受患难吗 你不可切勿黑夜来临 就是众人在他们的住处 被除灭的时候 你要小心 不可转向罪孽 因为你选择罪孽 而不选择患难 神靠自己的能力高高在上 有谁向神指教人呢 谁把他所行的道路派给他 谁能说 你所行的不义呢 你要记得称赞他所行的伟大 就是众人所歌颂的 他所行的 万人都看见 世人都从远处观看 神为至大 我们不能了解 他的年数无法测度 他吸收滴滴水点 使水滴在云雾中化成雨 云层倾下雨水 佩然降在世人身上 谁能明白云彩的展开 和神行弓的雷声呢 他在自己的周围展开电光 又用水遮盖海底 他用这些审断万人 又赐予丰盛的粮食 他以电光遮盖双手 然后吩咐电光去攻击目标 他以雷声宣扬自己 甚至牲畜也注意将有什么临近 约伯纪第37章 我的心因此战惊 跳离远处 你们当细听他哄哄的声音 他口中发出隆隆的雷声 他发雷声响遍天下 也发电光闪到地极 接着雷声霹雳 神以自己威严之声打雷 人听到雷声的时候 神并没有留住风霜玉云 神以奇妙的方法打雷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了解 他对雪说降在地上 对大雨暴雨也是这样 他封住个人的手 叫万人知道他的作为 野兽进入洞中 留在血里 风暴来自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神所呼的气息结成冰 广阔无边的水也凝结 他是命云满在水汽 云彩布散他的电光 电光照着神的指引 来往旋转 在地球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他是电光来临 是为施行责罚 或为滋润大地 或为赐予慈爱 约伯啊 你当留心听这话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事 神怎样吩咐这些 又怎样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密云怎样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备者 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地阴南风而寂静的时候 你的衣服怎样热起来 你知道吗 你能与神同铺云天吗 这云天坚硬如铸成的镜子 我们因愚昧无知的缘故 不能沉迷我们的案件 请你告诉我们 应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怎能对他说 我要说话 哪有人自愿灭亡呢 人不能看见云后的强光 唯有惊风一吹 天才晴朗 金光来自北方 在神的周围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无法把他查出 他大有能力与公平 又满有公义 他必不苦待人 因此 人人都应该敬畏他 心中自以为有智慧的 他都不看顾 约伯纪第38章 那时 耶和华在旋风中 回答约伯说 这以无知无事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会不明的是谁呢 现在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要问你 你要告诉我 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就只管说吧 你一定晓得是谁定大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大地之上 地的基础垫在哪里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 陈兴一起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如鹰海出母胎 那时 谁用门把海水关闭呢 是我以云彩当作海的衣服 以幽暗当作包裹海的布 我为海定界线 又安置门栓和门户 说 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波浪 要在这里止住 自你有生以来 你何曾吩咐过尘光照耀 使黎明的曙光知道自己的本位 叫这光照遍大地的四极 把恶人从那里抖掉呢 因着这光 地面改变如在泥上盖上印 万象显出如衣服一样 恶人必得不到亮光 高举的榜臂必被折断 你曾到过海的泉源 在深淵的底处行走过吗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阔你明白吗 你若完全知道 就只管说吧 那条是到光明居所的道路 黑暗的本位在哪里 你能把光与暗 带到他们的境地吗 你晓得通到他们居所的路吗 你是知道的 因为那时你已经出生了 你一生的日数也很多 你曾入过雪库 或见过薄仓吗 这些雪薄 是我为将患难的时候 为打仗和征战的日子 所存留的 光从那条路散开 东风从哪里分散在地上 谁为大雨分水道 谁为雷电定道路 使雨降在无人之地 落在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之地得着滋润 使青草在干旱之地得以长起来呢 雨有父亲吗 露珠是谁生的呢 冰出自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所生的呢 种水坚硬如石头 深渊的表面冻结成冰 你能细柱卯星的结吗 你能解开参星的代吗 你能按时领出 马查鲁夫星系吗 你能引到北斗和随从他的重心吗 你晓得天的定力吗 你能在地上建立天的权威吗 你能向密云扬生吗 你能使洪水淹没你吗 你能拆拍闪电 闪电就发出 并且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 谁把智慧放在怀里 或把聪明赐于人的心中 尘土融合成团 土块粘结在一起的时候 谁能凭智慧数算云天呢 谁能把天上的水带倾倒呢 狮子在洞中蹲伏 在藏身之处躺卧埋伏的时候 你能为母士猎取食物吗 你能使食欲饱足吗 乌鸦雏鸟因缺乏食物飞来飞去 向神哀求的时候 谁为乌鸦预备食物呢 约伯纪第39章 山岩间的野山羊的产旗 你能晓得吗 母鹿下毒之旗 你能查出吗 他们怀胎的月数 你能计算吗 他们生产的日期 你能晓得吗 他们屈身 拔子产下 就除掉生产的疼痛 幼竹渐渐渐壮 在荒野长大 他们一离群出去 就不再返回 谁放野驴自由出去呢 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呢 我是原野做他的家 是贤弟做他的居所 他吃笑城里的喧哗 不听赶野驴的呼吓声 他探索群山做他的草场 寻觅各样青绿的东西 野牛怎肯做你的仆人 或在你的草旁过夜呢 你怎能用套绳 把野牛系在梨沟呢 他怎肯跟着你爬山谷之地呢 你怎能因他的力大就依赖他 怎能把你所做的交给他做呢 怎能信任他能把你的粮食运回来 又收据你河场上的鼓励呢 鸵鸟的翅膀欣然鼓动 但他的灵毛和羽毛 哪有慈爱呢 他把蛋都留在地上 使他们在土里的温暖 他就忘记了人的脚 可以把蛋踩碎 野地的走兽会把蛋践踏 他磕带幼除 看他们好像不是自己生的 就算他的劳苦白费了 也默不关心 因为神使他忘记了智慧 也没有把聪明分给他 他挺身古意奔跑的时候 就讥笑马和骑马的人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他颈上的鬃毛是你披上的吗 是你使他跳跃像蝗虫吗 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慌 他在谷中爬地 以己力为乐 他出去迎战手持武器的人 他绩效可怕的事并不惊慌 也不在刀剑的面前退缩 剑带闪烁的毛与枪 都在他的身上蒸蒸有声 他震斗激动 驰骋大地 一听见绞声就不能站定 绞声一响 他就说 呵呵 他从远处闻到战争的气味 又听见军长的雷声和战争的呐喊 鸣鸟飞翔 战翅南飞 是因着你的聪明吗 大鹰上腾 在高处竹巢 是听你的吩咐吗 他住在山岩之上 栖息在炎雅与坚固所在之上 从那里窥看猎物 他们的眼睛可以从远处观望 他的幼处也都损血 被烧的人在哪里 鹰也在哪里 约伯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又对于博说 挑剔是非的 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 责备神的 回答这个问题吧 于是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是微笑的 可以回答你什么呢 我只好用手掩口 这说了一次 不再回答 说了二次就不再说 于是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 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要问你 你要告诉我 你怎能废弃我所审断的 怎能定我为有罪 好显出你自己为义呢 你有神那样的绑壁吗 你能用他那样的声音打雷吗 你当以庄严与尊贵为装饰 以尊荣与威严为衣服 要倒进你奋机的怒气 观看所有骄傲的人 视他们降杯 观看所有骄傲的人 把他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他们的地方 把他们一起隐藏在尘土里 把他们本人捆绑在隐秘处 这样 我就要向你承认 你的右手能拯救你 你看看河马吧 我造他像造你一样 他吃草如牛一般 你看 他的力量在腰间 他的能力在肚腹的肌肉上 他挺直尾巴 硬如香薄 他大腿的筋球结在一起 他的骨头仿佛铜管 他的骨干好像铁棍 他在神所造的事工中拘手 只有创造他的能使刀剑 淋到他身上 群山为他生出食物 田野的柏兽都在那里玩耍 他躺在连夜之下 躺在芦苇丛中与泥泽之间 连夜的阴影遮蔽他 西旁的白杨树环绕他 江河泛滥 他毫不慌张 约旦河的水涨到他的口边 他还是安然 他警觉的时候 谁能捉拿他 谁能用铁圈穿他的鼻子呢 《玉伯记》第41章 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 能用绳子把他的舌头压下吗 能把草绳穿进他的鼻子吗 能用刺钩穿透他的腮骨吗 他会向你再三恳求 对你说温柔的话吗 他肯与你立约 好使你永远奴役他吗 你怎能玩弄他 像玩弄雀鸟一样呢 怎能把他拴住 给你的幼女取乐呢 结伙的渔夫 怎能拿他当货物买卖呢 怎能把他分给商人呢 你能用稻钩扎满他的皮吗 能用鱼叉扎满他的头吗 你把手按在他身上 想到与他的战斗 你就不再是这样做了 人希望捉住他是突然的 人一见他就心惊胆战 人惹他的时候 他不是很凶猛吗 这样有谁人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呢 谁先给了我 以致我要偿还呢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论到鳄鱼的四肢和他的力气 以及美好的体态 我不能揭默不言 谁能揭开他的外皮呢 谁能进入他上下两额之间呢 谁能打开他的口呢 他的牙齿令人站立 他的背有一行一行的鳞甲 紧紧合臂着 像印得很紧的印章一样 这鳞甲一一相连接 连气也透不入其间 鳞甲一一互相联合 互相紧贴不能分离 他打的喷嚏闪出光来 他的眼睛如同清晨的阳光 有火从他的口中发出 火星四射 有烟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 像从沸腾的锅中和烧着的芦苇里冒出来一样 他的气可以点着煤炭 有火焰从他的口里喷出来 他的颈向上存着能力 惊恐在他面前跳跃 他下垂的肌肉紧贴在一起 牢牢地贴在身上 不能摇动 他的心坚实如石头 如下磨石那样坚实 他一起来 永世都惊慌 因惊慌过度举止失措 追上他的刀剑都没用 毛枪 镖枪 短枪也是这样 他把铁当作甘草 把铜当作朽木 弓箭不能使他逃跑 甩石击贤 在他看来不过是碎阶 棍棒被他当作碎阶 短枪嗖嗖之声 他也讥笑 他的腹下像锐利的瓦片 他在泥上撵过 如同有利丁的爬梨田一样 他是深渊沸腾 他搅动海洋 如在顶中调至高游 他使自己行过的路 发出白光 令人把深渊当作白发老人 在世上没有一样像他的 他是无所惧怕的动物 所有高大的动物 他都藐视 他在一切狂傲的野兽之上 作王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 这以无知无事的言语 使神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 所以 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晓得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要问你 你要告诉我 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 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 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 耶和华对约伯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要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生气 因为你们讲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 现在 你们要为自己去七头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你们献上烦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替你们祷告 我悦纳他的祷告 就不按照你们的愚昧待你们 你们讲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苏亚人比勒达 拿马人索伯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的祷告 约伯替他的朋友祷告 耶和华就恢复约伯原来的景况 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一切加倍赐给他 约伯的众兄弟姐妹 和以前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与他一同吃饭 又因耶和华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对他表同情 安慰他 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 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的福 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只羊 六千匹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头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弥玛 四女名叫西西亚 三女名叫基连哈普 在那泉地中 找不到像约伯女儿那么美貌的妇女 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兄弟中间 把产业分给他们 此后 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到四代 这样 约伯年纪老迈 寿终而死